有關節套的安安不喜歡走斜路 但這一日竟然肯出來 還吃到舔舔舔 不過遊客沒有機會見他一面 安安今年33歲 亦都是相當於人類的99歲 我們真的不希望去半千 住他隔壁一家三口穿金絲喉 好遊客客都無得偷懶 每日有四次訓練 護理員要檢查手腳靈不靈活 以往每個星期都會有一些粉絲進來探望他 是會走上前面張開口去示好 會多了時間找我們去玩 海洋公園有超過7500隻動物 雖然關了門 但海洋館依然要有蛙人清潔 但魚缸外面難得一個人都沒有 企鵝就繼續在南極環境游來游去 如果你說收拾就算了 他們在土生土長 他們都是香港的一分子 亦都是朋友 有些甚至我當他們是子女 因為我看著他們出生 疫情期間員工要放無薪假 所以照顧動物的團隊 就分成為兩隊輪流上班 照顧小動物 而海洋公園 帶給香港人的回憶 除了動物 機動遊戲過山車 可能還有整天扮鬼扮馬的他 我發現後我離開後 管理型風格是不同的 你回到更加優惠 所以那些新人 我感覺到的能力 他說自己太忙 不想再做主席 但有跟政府說 可以加入督道委員會 認為公園要走向商業化 說他在任的時候 經常收到世界各地的電話 通過公園 通過公園 讓Ocean Park 嘗試 看看能不能再成功 有線電視記者 譚曉童同報道